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到墙上挂着的照片 连环杀人犯野牛比尔这个月已经播下了第五张人品 史达林上学的时候呢 主修的是心理学和犯罪学 他的性格刚详自信 而又坚韧 教官很看重他 这次让他去巴尔迪摩监狱调查死人魔汉尼拔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汉尼拔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一次心理分析 监狱负责人齐顿博士带着史达林穿过了层层铁门 并且向他解释了汉尼拔的危险性 几年之前 一个小疏忽 导致一名护士差点被吃掉 当汉尼拔吞吃护士的舌头的时候 心跳还没有超过85次 通过与他同层关押的犯人们 更能够反映出汉尼拔的疯狂程度 而直到见到本人 史达林才发现原来对方是一个干净 谦和 瑞雅的绅士 特别是那双深邃的眼神 透出睿智与魔性 史达林想要利用女性柔弱的一面获得汉尼拔的好感 于是虚心进行讨教 但是他这次遇到的是极其老辣的对手 汉尼拔很欣赏史达林的性格 并且通过他的言谈举止 着装 穿着分析出他是出身于乡下小城市的底层家庭 通过自身努力想要改变人生的事实 最后汉尼拔还是给他透露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汉尼拔让史达林自己反省一下 找到他以前的病人莫菲小姐 史达林查询了以往的资料 发现了一家叫你自己的仓库 于是 只身前往去调查 在一块红布下 恶然是一颗浓妆艳魔的男性人头 带着这张满意的答卷和满心的疑惑 史达林再次去监狱询问自己的人生导师汉尼拔 史达林已经解开了莫菲小姐的字迷 破译之后的意思是我其余的东西 说明早在汉尼拔入狱之前就已经租下了那间仓库 而死者是在汉尼拔入狱之后被杀死的 拔书告诉史达林死者曾经是自己的患者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异性专扮癖好者 而是对生活乏味非常的乏味 从而导致了狂躁抑郁 他被谁杀死的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患者对于拔书来说太简单 已经没有分析的必要了 当史达林进一步想要和巴尼对野牛比尔 进行一次心理分析的时候 拔书提出了条件 需要把自己转移到另外一所能够看到树和水的监狱当中 他将配合史达林抓住比尔 很快又发现了另外一名受害者 在死者的臀部以上 有两大块菱形的皮肤被割去 而在死者的喉咙里发现了一个类似残蛹的东西 经过专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这种蛹又叫做骷髅飞蛾 产于亚洲 在美国想要养这种昆虫 只能够通过进口飞蛾卵来进行繁殖 那么死者嘴里的飞蛾蛹 一定是人为塞进去的 而凶手大概是正在 饲养这种可怕的昆虫 尔牛比尔再次作案 而这次绑架的少女是政府议员的女儿 议员通过媒体请求凶手放了自己的女儿 同时政府给联邦警方施以巨大的压力 于是 史达林第三次在监狱当中与汉尼巴会面 并且给出了一个有诱惑力的交换条件 只要拔书协助破案救出议员女儿 就可以让他转到纽约公园旁边的监狱当中 那里可以看到园林景色 还可以阅读书籍 并且每年可以离开监狱一周 在特种部队的监视下 在一个小岛上散步或者是游泳 其实这个协议是史达林的上司伪造的 汉尼巴却对史达林的童年生活更感兴趣 并且不断的追问 史达林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在他十岁的时候 父亲出勤因直去世 小史达林只能住在开农场的姨妈家 但是呢只住了两个月就逃跑了 作为交换 巴叔告诉史达林 野牛比尔并不是真正的变性皮者 他的暴力倾向是由于童年的时候被虐待导致的 飞蛾代表着蜕变 比尔深深厌恶着原本的身份 他认为那个身份是使他变作变性皮者的原因 他要进行蜕变 要进行自我救赎 而这些对话被监狱负责人齐顿博士偷听去了 齐顿博士要抢这个功劳联系了议员 他告诉汉尼巴 史达林所说的议员协议根本就是假的 只要跟他合作说出比尔的名字 才会获得转域的可能 汉尼巴看着桌上的钢笔似乎有了主意 同意了齐顿博士的条件 汉尼巴被临时转移到孟菲斯监狱 在孟菲斯 汉尼巴见到了议员 一番毒蛇之后 巴叔说出了比尔的姓名和相关的体貌特征 但是提供的姓名是假的 破译过来是流化帖的意思 在临时监狱当中 史达林与汉尼巴做了最后一次面谈 巴叔告诉他 其实比尔的真实作案动机是贪图 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贪图 只是我们普通人都停留在思想层面 而比尔却付诸于行动当中 作为交换 史达林讲述了上一次没有讲完的农场故事 一天晚上十岁的史达林听到骨仓里 有一只小羊的尖叫声 声音透出恐惧和无助 好像小孩的啼哭声 史达林进入到仓谷当中 抱起这只带宰的羔羊逃离了农场 但是最后还是被追了回来 自己遭到农场主的赤骂 而小羊最终也是难逃厄运 这十多年来 羔羊的尖叫声一直是史达林心中的隐痛 每每都会让他在深夜当中惊喜 汉尼巴听完之后很感动 食人魔的眼中也禽着泪水 深情地对他说道 谢谢你 史达林 谢谢 当有一天 当那些羔羊停止尖叫的时候 你会告诉的是吗 史达林走之后 汉尼巴利用藏着的钢笔部件打开了镣铐 利用狱警送饭的空档杀死了两名狱警 并且割下了一个人的脸皮 贴到了自己的脸上 把自己伪装成受伤的狱警 满天过海 越狱成功 而另一方面 史达林根据汉尼巴的提示 比尔作案是为了贪图这句话 判断出 比尔开始的作案动机是熟人 于是决定调查第一个受害者的住处 在那里 他发现 衣服上的菱形图案 正是受害者背后被割掉的皮肤图案 史达林马上给上司打电话 比尔懂裁缝手艺 他正在用真人皮做女装 而上司告诉他 他们通过汉尼巴提供的信息 已经定位到犯罪的具体地点 但是当上司和飞虎队到达犯罪所在的芝加哥的一所民房的时候 却连一个人影都没发现 史达林从死者朋友口中得知 本地有一家裁缝店 店主叫普太太 死者曾经在那里打工了很久 于是 史达林独自一个人前去调查 打开房门的是一名健壮的男人 进屋之后 史达林看到满屋子里面满是骷髅飞蛾 于是判断出对面的男人一定是野牛比尔 于是拔出枪指着比尔 却被比尔一个蛇行走位抛开了 史达林紧随其后追进了里屋 却看到被比尔杀死很久都风干了的普太太的尸体 这个时候比尔拉断了电闸 屋子里一片漆黑 史达林只听见自己惊悚的呼吸声 比尔却带着夜视镜出现在他的身后 眼看着胜券在握的比尔准备开枪完结这一切 结果左轮击锤待发弄出声响 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训练有素的史达林太熟悉这个声音了 闪电般的回声连开几枪 比尔根本反应不过来 当场毕命 史达林破获悬案 救出一员女儿立下大功 成功转正 庆祝典礼上史达林接到了汉尼拔的电话 问那些羔羊是否停止了尖叫 并且意味声长地说 有了你 这个世界更加有趣 然后挂断了电话 潇洒地跟上了惊慌失措的齐顿博士 这位老朋友将是拔出今晚的晚餐 沉默的羔羊上映于1991年 并在1992年的时候 获得奥斯卡五项大奖 朱迪福斯特扮演的史达林 作为一名女探警 在一群高大威猛的男同事当中 显得非常弱小 但是她好强刚毅的性格 却在与残酷的现实 做着顽强的抗争 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被任何人轻视 而这一切 在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的汉尼拔眼中 犹如清澈的小夕一样 被一看到底 当这个与命运抗争 对生活有独特看法 心中时常想起 高扬尖叫声的乡下姑娘 却让拔出心中荡漾着涟漪 两个人不自觉地扮演着圣女和救世主的角色 并且各自融入到角色当中 这个极富有天赋 个性明显 年轻美丽 正努力攀爬在人身山峰的少女 已经打动了巴叔的心 她对自己的崇拜 更让汉尼拔心旷神怡 汉尼拔仿佛是上帝与撒旦的混合体 她把上帝的这只手给了史达林 却把魔鬼的那只手 搭在了比尔那类人的肩膀上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 史达林跟比尔都是巴叔的信徒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讲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与微信公众号 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和人生感悟